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我是天晴 一位新疆女大學生小莉眼患寵疾 因處於發病期,急需覆診 醫生要求8月覆查 但新疆封控一直都不能離開新疆 10月中旬起,小莉已經睜不開眼睛 絕望之下,11月22日發影片上網求助 得到很多關注 當地政府才被小莉一家三口離開新疆 小莉還要在濟南隔離7天才能夠前往北京 24日,小莉一家人坐上了被農民工安排的Ginni 烏魯木齊到山東濟南的火車 並在27天到達濟南 火車上人滿為患 在一個容納6個人的車廂裡有8個人 大家輪流睡覺 因為疫情管控,還不能通風 因為經濟原因 小莉一家人在火車上用家帶來的肉 泡麵和麵包充機 小莉表示 我父親是出租車司機 疫情這4個月都沒有收入 媽媽有工資 但這幾年都是照顧我 在ICU花了40多萬 小莉在11月26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一家人打算由濟南中轉到北京 如果不能入濟南 直接在濟南站中轉到省外不需要隔離 家人在網上沒有買到11月28日 由濟南去北京的票 不過,自治大紀元記者發稿 小莉一家需要在濟南酒店隔離7天 小莉全身70%的皮膚都不正常 和消傷沒什麼分別 表皮是沒有汗毛 很難散熱也很癢 眼睛的淚線出了問題 哭的時候流不出多少眼淚 睫毛就被很多分泌液黏住 打不開眼睛 角膜上也有炎症 怕光、怕風 10月份前 小莉還能夠偶爾睜開眼睛斬一下 有時候能夠看到手機上的字 但也只是幾分鐘 10月中旬開始 小莉的眼睛突然刺痛 就沒有增開過了 2021年11月 小莉在武漢上大學的時候 患上抑鬱症 11月底出院後 休學回新疆調養 12月5日出現了嚴重的皮疹 高燒39至40度 去當地醫院就診 就被安置在發燒門診觀察了一晚 第二天 醫生說小莉有生命危險 但因為小莉發燒 遠方要求小莉自己聯繫市裡的醫院 當晚半夜 小莉入進了伊犁州友誼醫院 並被關到發燒門診 小莉說 當時我已經走不了路了 身上開始輕微地出現水泡 之前是紅點 然後就有點打不開眼睛 7天的凌晨 小莉去中醫院 又接受6小時的觀察 才被送到急症室 在急症室等了半天 一直在打釣針 但沒有退消 也沒有醫生來詢問小莉的病情 小莉說 當時咳嗽 嘔吐 上吐下射 持續發燒 就被安排到住院部走廊最裡面的一個房間 但並沒有確診 核酸是陰性的 因為發燒就這樣被對待 7日晚上就被鎖住在那個房間裡 雖然是有打釣針 但沒有人關注她的病情 經過了一個晚上 身上就開始起水泡了 8天早上 醫生詢問病情後說 小莉有生命危險 外面的水泡可能也長在內臟上 由於醫院一直沒有進行治療 小莉媽媽就要求轉院 通過親友聯繫上救護車 轉往烏魯木齊 9天晚上抵達了烏魯木齊的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到了之後還能接受6小時的觀察 小莉說 在那個6小時期間 自己終於休閒了 但醫院依然是等過6小時觀察期後 才開始搶救 小莉昏迷了7日7夜 全身7成的皮膚潰爛幾乎喪命 小莉表示 因為這些政策病情都延誤了 如果沒有担悟的話 可能現在我後遺症是不會那麼嚴重的 2022年2月9日小莉出院 4月回到伊麗小鎮的家 5月發現眼睛不太對勁 就去了廣州中山大學眼科中心 醫生說眼睛在發病期會主動惡化 並要求3個月定期覆查一次 小莉說 8月就應該覆查了 但是新疆出現了疫情 我們想著疫情應該很快就會結束 就想著再等一個月 我們9月開始暴避去北京覆查 社區回覆說 新疆的交通已經封了 出不了去 還說10月20大召開不能直接去北京 小莉一家人就繼續等 中轉集選了南京也都暴避了 然後還等通知 11月 社區說可以自駕出行 但開車太遙遠了 家人並不打算開車去 全家人又等了10天 還沒有解封 沒有交通恢復的消息 就準備自駕去天津 11月14日 小莉全家開始自我隔離 19日早上8點準備出發 當開車前往星星峽時 社區人員說 我們家車是營運車輛 小莉父親是出租車司機 出租車是屬於營運車不能出疆 所以不得已取消了行程 當時 社區人員承諾會盡快幫小莉 聯繫最近的包機或專列 那麼小莉就繼續等了兩天消息 19日晚上 社區人員說 有一趟去安費合肥的專機 小莉一家人就暴避了 暴避之後 社區人員又說 考慮到他們家的經濟狀況 先是不報了 等小莉全家繼續等 20日晚上 社區人員又說 有去石家莊的 小莉一家人就暴避了 暴避之後 還是繼續等通知 21日小莉媽媽在平台上搜索出疆專列爆機消息 真是搜到了 當日有3架飛機由伊犁起飛飛往石家莊 但是20日暴避的石家莊 社區人員沒有被小莉聯繫上 小莉說 當時就很生氣、很激動 從19日開始 傷向情感障礙復發了 本來之前還是好的 到好才不容易能自家出新疆 社區人員說自己不能出疆的時候 就特別難過一直在哭 這幾天也一直打電話問社區人員 結果一直沒有消息 之前幾個月 也一直打12345熱線打電話 但一直沒有回應 就很絕望 22日小莉在絕望之中 發影片在網上求救 得到了很多關注 中共新疆自治區才打電話聯繫小莉一家人 最後一家三口才搭乘上 農民工尼疆的專列到達濟南 並且期待能夠買到去北京的車票 就已經拖延了3至4個月的眼睛覆查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夏松 顧曉華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